當然俄羅斯的經濟損失 非常的巨大 他們的外匯存體跟黃金 被動了一半 我先請介大使來看 俄羅斯好厲害 在現在穩住了蘆布 還在往上飆升 為什麼拜登在波蘭的演說 他開出的是200 你看他現在不但沒有達到 而且還在往他意志的反方向走 到底為什麼 這個就是說俄羅斯有條件 他這個條件是人家打不垮的條件 拜登講那個200的時候 我就覺得美國政府 內部專業走下坡 用政治來做專業的這種預測 尤其這種貨幣這種走勢 這要專業的人來分析 對 因為介大使 我覺得拜登特別是 他這個講話 當然不是被記者的讀訪時候講出來 而且何況他那次去波蘭多受重視 他在波蘭的宣誓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3月26號大概開打是一個月 那次他也振奮了士氣 但那時候他講的對照今天 又過了一個月 不但完全沒有兌現 而且看起來俄羅斯 他的這個貨幣 首先這個觸體反彈 你美國過去的貨幣戰爭 不是很強嗎 現在用在俄羅斯的身上 英雄無用武之地嗎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拜登 他把想像當事實 那麼他可能 他沒有真正這樣專業來講 因為美國總統 還是他接到了一些錯誤訊息 對 美國總統講這個錯誤 實在是讓人家對他的信任度 大打折扣 因為盧布你看他這個走勢 2月17號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 烏克蘭事情稍微有點緊張 可是還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 當時盧布是76.1比1美金 開打那一天 立刻就盧布走貶 變是83.5 那麼最 就是說扁得最低的時候 是151 可是是那一天 一個瞬間下來 又下來了 大概那天 大概最低 大概就是泡143 到了100多時候 大家就想說 拜登講的200 可能快要達到了 結果沒想到完全沒有 對 因為143 已經到了他正常時候 76的兩倍了 那麼這個短短的差不多 20天之內 就等於跌掉一半了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俄羅斯突然講說 那我的石油天然氣 尤其天然氣 你們都用盧布來付款 以後 從那天開始 就一直往上飆 飆了沒有 飆了差不多20天 就飆回到78塊 但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生意很好 所以大家都在買 大家都在找盧布 雖然表面上說 我們不配合 市場關起門來 大家都在買盧布 那漲到4月1號的時候 大概83.95 這兩天的話 已經回到74 74的話 就是已經回到 暫前的水準 所以這麼走了一圈 事實上美國等於徒勞無功 那這個原因 其實很簡單 就是俄羅斯有一些 手上有一些東西 要賣 別人要買的東西 是有稀缺性的 我這個是怎麼講 是我們講的東西 叫賣方市場 也就賣方來決定的 不是你買方要不要 你一定要 然後我這個東西 我可以來決定 也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叫你付美金 你就付美金 我叫你付盧布的話 你就不敢拿美金來 就是這個叫 這種貨品就有這種特性 所以這個特性就是說 買方是非買不可 賣方我來決定這個買賣條件 他沒有任何的替代性 但是習大使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當這兩個月 其實他的制裁力道 是越來越大 現在已經到了第六輪制裁 但是非常諷刺的 就是在這個一輪又一輪 越來越加重 越來越含話嚴重的 這個制裁當中 盧布崩了一下 又回到了之前的水準 其實我那時候 我有一次在開玩笑 我說如果說把盧布 炒到1比35的話 那真的這個玩笑真的開大 你越整他越值錢 不過他做 我覺得俄羅斯還是滿厲害的 他一開始就是天然氣 你就要拿盧布來 後來最近他的央行行長就說 我們要跟美金來抗衡 我們要去美元化 我將來石油 黃金 這些東西 我都要改用盧布來交易 而且將來盧布跟其他外幣 他說俄羅斯要新建立一個機制 跟你美金無關了 脫離美金的一種兌換機制以後 這還不是交換機制 是我的匯率怎麼訂 他是俄羅斯自訂一套 將來就變成盧布 基本上跟美金脫鉤 然後你只要跟俄羅斯做生意的話 這一套規則 匯率怎麼算 然後付款怎麼付 用哪個貨幣 就俄羅斯來決定 俄羅斯其實除了石油 天然氣 煤之外 還有的很多東西 我這邊只要稍微報告一兩個 泰金屬 俄羅斯的產量造飛機的 非常重要的 基本三分之一 是掌握在俄羅斯手裡面 俄羅斯生產 這個礦產 全世界第二大的供應國是俄羅斯 這個是製造肥料最重要的一個原料 尿素俄羅斯全世界最大 另外一個鎳 俄羅斯占全世界49% 鎳最近搶得很兇 為什麼 因為製造電池 你這個車用電池 很重要的原料是鎳 還有這個巴 這種吸油精42%在俄羅斯 鋁26%在俄羅斯 白金13%在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掌握這些 別人非買不可的東西 那麼東西 這用什麼方法 付什麼款 用什麼方法付 基本上由俄羅斯說了算 過敏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 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你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